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德陸 这算古墓 王德陸将军的这个古墓 这个晚上来应该气氛更好 他这王家是太大房的四大房的分区很多 都没人住在国家 还住在泰宝 他这个龙重台山的人 这个龙重台山的人喔 这个龙重台山的人喔 这个龙重这个龙重的龙重 这个是大墓 这个是龙重台山的 它是两广重的 不然这种龙重的龙重 所以我们这种龙重台山的龙重台山 就是龙重 这个龙重台山的龙重台山 我来说一个圣经 这龙重台山的龙重台山 因为我刚才只能看龙重台山 这龙重台山的龙重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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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定大富大贵 很多人在摸后面那个石碑 它就会长高 不管你多高 它就会跟着长高 所以没有人摸到那个石碑 那后来我们村里有一个村长 它很高大 它有190多 它很高大 站起来真的非常高大 它有来摸 摸到 差一点就被它摸到 后来 它就一直从日本时候当保镇 到当那个村长 做了70多年村长 活到96岁 所以它是有零性 所以不是这一块 这是后来在做新做的 因为本来它是一个荒汇的一个園区 没有政府在管理的时候 这里的土地应该有五甲堡地 墓园 现在这个墓村是一家九分林 这个墓里面有地 有地区 有地下室 它做的时候 它发到43岁 尘土变土变土 这个地工里面 做100岁 做一个棺木 还做它的福林代价 那它这有那个栋式 我们老一部的人说 就是有同男同女 和帝尼苏 就介意 要做的时候 叫他们 王家所有的人 都要向后 不能看木 所以冲到眼睛会瞎掉 如果看到会倒霉一辈子 所以他们主身就都站这里在看 它就把那两个同男同女 叫它跑掉 跑掉 跑掉之后才滚一断关键 那里面 听说 放了18翁 很大的金银财宝就在里面 做培葬 所以呢 这是 我们小时候传说就是这样子 小时候很害怕来这里 那个老一辈在讲说 这个都会显楼 这附近 果不能加 鸡不能停 老一辈都这样传说 后来因为地方上觉得有不安良 那两尊那个神像 所目的 因为它是一瓶的大官嘛 只有它有过格 去安文武将间 在顾它的庙 那这两个将军 晚上都会去那里面 大家都怕了要命 以前是十二生肖 有拍十二生肖 后来因为被人拖了 后来的时候好像 有的是听说是村民把他打那个耳朵啦 还是打他的腳 还是在本人 我们也很想说 用铜棍 把它打到佩玲去就对了 那我小时候 因为我们是在 专门在学风水的嘛 我们祖先就说 你要学习风水 你每天都要太阳下山 那时候太阳下山喔 太阳刚好跟这个木槐 刚好相对 然后你要坐在这里 跟它相应 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地领的龙脉的那种灵动性 这样看风水会特别凉 依照草仙教的 来感念这个风水地麦 阿来我就在这边睡觉 阿睡觉呢 我好像在周末 就两个那个 那个瞬相就两个绿灯 绿色的那个光芒 一直来来来来来来 来到这边 来到这边 我就被吓想 我以为在周末 结果眼睛看起来 那怎么两个绿色的灯火又跑回去 那个瞬相 小时候还蛮皮的 就把它爬上 那个瞬相那个肩膀 感到 一边站一站 然后再去站 你怎么会吓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啊 哈哈哈哈 蛤 蛤 我摸到了 早上的故事不是 那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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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以前的故事啊 那是以前的传奇啊 对 那整个 整个 整个 不管你多管 你就是没得到 哇 哇 是什么事 花生什么事 嗯 你们先下车 我先去 牌子 平安 平安 排队美食 哇 你只上一桌而已 就上一桌而已 你现在 我们能不能 我来 你坐 你的 我们外界就好了 这里放置好多人 这里放置六个吧 六个 对啊 我们做六个好了 没有啊 因为他们要镜头你嘛 是你们 我从这里拍过来就好了 你在那边吃没影响 嘿嘿嘿 我坐这里 對對對 比你的意思要 其他就是外甩 喔那我坐這裡 其他外甩 這個炒麵也好吃 炒麵好吃 燈麵也好吃 燈麵也好吃 我們其實平常都會吃炒麵配燈 因為這裡只是假面 看你們炒麵、燈麵都吃才不會燈麵 也可以吃飯喔 然後那果果的話 果果給他點飯好了 這樣我們剛好一起都吃不一樣的 好 這個飛機很夯耶 小小的規模 然後 那個 人數喔 客量非常多 我們大部分就是 外帶 外帶 然後 在外面的東西 對啊 今天也要做餵酒餐 嗯 兩三個可以的 就是太多人 對啊 可是 看來排隊人潮 我就沒想到擺 太多人 對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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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有個九天雕嗎? 專線地址 愛觀看地址 還沒有開廟它就有在做 這間就在做了? 它很準是在轉角那邊 會不會有重複製 可以拿到靠製 是哪個好意思 太好了 看地址 是要磨住 那個直接樓壇 加入這個光華 讓人家在看地址 讓人家在看地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